歡迎光臨 哈囉 三星期望 全開會 妮蔻 妳還好嗎 沒事 早上紅了有點痛 等一下回去吃個藥就OK了 妳不要等回家 妳現在趕快去掛號看診 把它看好 現在回家 這樣會來不及啦 不會啦 要啦 我跟你講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妳咳嗽真的不能通 我幫妳搜尋一下 我跟你講 對面那邊 有一間診所 不過今天好像休息 不然的話 妳走前面 只走兩百公尺以後 隔壁旁邊那邊還有一家 不要 那家不行 我跟你講 那家的櫃檯 很兇又沒耐心 妳去那個的二樓 二樓那家醫生人超好 櫃檯也很有耐心喔 天啊 你們台灣診所 怎麼那麼多 跟便利商店一樣 好特別喔 真的 台灣診所這麼方便 診所跟便利商店一樣 便利商店也是 到處都有 對妳來說是很奇特的 對不對 而且還挑一身 對不對 對 所以各國有沒有開始 那怎麼樣店妳們覺得很特別 會嚇到我們的呢 幾下 好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是一個店 它就叫阿薄 然後阿薄它是買 夾具跟白貨 所以聽起來很普通 對嗎 可是阿薄完全不普通 為什麼呢 因為她長這樣 她長得很大喔 對 她長得很大喔 沒有族感 對 她長得像 就這邊是像白宮 對嗎 然後這就是一個自由女現象 在巴西沒有錯 好 那為什麼她會講這樣呢 因為那個店長那個老闆 本來她做Avan的時候 她就是覺得如果她做一個白宮會很漂亮 然後就有意思 有一個小朋友跟她說 那已經有白宮 那不然你就加一個自由女現象在那邊 這樣會更特別 對 然後她就覺得這樣會不錯 因為會給大家一個很自由的感覺 因為自由女現象它都是自由的感覺 然後在這些139大Avan裡頭 有70個Avan全部都有自由女現象 哇塞 對 所以蠻多的 然後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講到巴西我們都會想到 我們的Christ Redeemer 對嗎 就是直度想在巴西是38公尺 對 可是Ava這邊它是57公尺 大那麼多耶 對 比你們的地標還好大 對 可是大家比較會感覺不到的原因 是因為九世之獨像的那個像 它就在一個山的上面 所以當然大家看 他們就會覺得好高喔 因為地球它就在一個山上面 可是如果你看那個像而已 其實Avan的自由女現象比較高 論高度的話 對 真的 自由女現象比較高 所以那邊是什麼都有賣 那個裡面是賣什麼東西 家具跟白禍 家具 白禍 對 什麼都有一點 對 然後很多巴西人他們會去那邊 為了買東西 可是他們也會去那邊為了拍照 因為他們也很漂亮 感覺到很漂亮 多眼光光一下 而且會有一種很荒唐的感覺 對 就是什麼 旁邊就有這些東西 很酷 而且美國你只有一個 我們有好多個 對啊 我們有70個好不好 70個 好 贏了 你們贏了 好 英國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是 我每次去英國 如果英國還是會去逛的 Liberty 好漂亮喔 它是建於在1875年建立的 然後它裡面就是一個 非常就是具有英文風的 一個算是個古籍了 然後它內部的裝潢 全部都是用原木去裝潢的 就是很色古箱 而且我主要最特別的是 它不像一般百貨公司 就是你可能去都是大部分 任何地方都買不到的 都買得到的牌子 那這邊的話 他們有自己的設計師 他們大概有18位設計師 每年會推出250多種 不同的印花設計 它是個印花的天堂 所以它裡面有賣 像服飾 飾品 文具 居家優品都有 就都很特別 絕對不會撞山 所以我很喜歡它們 很推廣 而且它是不是也有聯名 對 有聯名 這要說 像它有時候也會跟大家知道 像UNIQLO也有跟它們聯名過 然後它們就是有出 限量版的印花 然後也是只有在那邊才買不到 所以每年我去逛 都會看到新的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只有在那邊才買得到 真的耶 我覺得很特別 對 就都是英國設計師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很建議大家去 英國人都能設計 要去逛一下Liberty 真的很不一樣的百貨公司 這個感覺 妮蔻 這我已經大家都想不到的 我們美國啊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女巫店 來給大家 女巫店感覺有點可怕 你有沒有覺得 都是在電影才會看到情節 可是我們生活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女巫 然後像你們台灣 會去廟裡拜拜啊 會去求天啊 感覺是一樣的 算命啊 女巫就會做這種事情 她就會比如說 你跟你前男友分手 你要去報仇 對 你要祝賂她 去找女巫 祝賂她更幸福 對 去女巫店 對 然後她就會幫你算命啊 然後還有什麼水晶球 幫你看一下 需要帶她的指甲去嗎 可能頭髮 真的啦 我沒有騙你 然後就是你可以去那裡 比如說要詛咒 她會幫你詛咒一個人啊 真的有這種 很多這種店 那像是我之前 有一次和我哥哥 在我祖母家 就是玩通靈板 就是圍形板 然後那時候我奶奶就看到 就很深情 她說怎麼在我家裡玩 她就說趕快去那個店裡面 女巫店去買那個 鼠微草來家裡 就是那個 血 把這個 對 能量改亮一下 然後後來那時候我們就進去店 就覺得哇 超酷的 什麼都有啊 就是有各種的水晶啊 或者是什麼骨頭 因為它也有很多 做法的用具啊 超酷的 然後就覺得哇 這什麼店啊 就東摸摸西摸摸在那邊看 還會有美國人才覺得很特別 我們就很恐怖 有骨頭 有什麼骨頭 對啊 骨頭 這動物的骨頭啊 然後一些 比如說一些東西啦 就是讓你去參觀來 你們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覺得有超多東西可以看 很新奇 很多很多很多的薰 那個不是薰草 鼠微草 可以給你去 一樣就是一個很神秘的 很神奇的地方 對 台灣如果是那種中藥店 我們可能抓一些藥草什麼什麼 然後煮一煮啊 或什麼 牛屋店可能是有一些什麼 嬰兒的指甲 剛出生嬰兒第一次的指甲 然後什麼 它說明是白色鼠微草 或者是蜜乳色木啊 什麼加在裡面 它會教你怎麼配方 它會跟你講要做什麼 功效不一樣 所以重點是 你直接要剪完之後要把它收回來 對 還可以賣給它 不要浪費 不要被它剪到 不要被它剪到 這個讓我有點想到 我們奧地利的小鬼 這不是小鬼 這是大魔鬼吧 它是有個仰角的人頭 它叫做 Krampus Krampus 對 所以我們 它其實是 Mount Everest那邊來的傳說 它跟Sign Nicola有關係 所以我們奧地利的小朋友 聖誕節之前 那一格月都要特別特別乖 是萬聖節嗎 不是 是聖誕節 十二月初的時候 不然的話 不乖的話 他就會來找你 所以他只是前面小魔王 後面才是大魔王 就是你乖的話 Sign Nicola會送你禮物 他會送你 他會在你的襪子裡面 或者鞋子裡面 放一些巧克力 橘子跟糖果 對 不乖的話 放人骨 他會來 另外一位了 Krampus會來找你 然後我會把你抓著 把他丟到袋子裡面 然後把你背下那個地獄 對 然後就把你 還要下地獄 然後再看到爸爸媽媽了 你們這故意是不是太可怕了 然後小孩子就變成他的大餐 對 就把他給吃了 有個虎姑婆頂多吃你的小手指 對 然後我們真的會說 你不乖的話 你知道明天來的不是Sign Nicola 明天來的是Krampus 然後他就把你帶走 把你吃掉喔 好 晚安 對 那你們小時候真的會很害怕這個東西 很小的時候會害怕 然後之後覺得 就明明沒有被吃掉啊 還活著嗎 沒有 我覺得我到高中大學 還是會怕 因為太可怕了 會有陰影耶 好像有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在奧地 有一些專門賣 就是可以打扮成Krampus的一些配件 這是他的指甲嗎 對 這個是 可以當指甲 可以當他的腳 對 他有不同的配件 他的配備 對 就是有他的衣服 有他的小小的 就嚇人的 對 專門嚇人的 然後像有時候像 比較沒有那麼可怕的 父母會打扮成聖誕老人啊 就覺得 那小的 比較文靈型 我們就是 嚇嚇你 要乖了 看鬼要乖了 然後說 很恐怖喔 這蠻酷的 嚇死了 好 緬甸 像我們緬甸的話 就是 就是看到綠色的算是菜 然後會動的 都是肉 就是從 都是蛋白質 對 我們大街小巷都有 那這個是蛋白質 會拿來請客的 比肉還要貴的 但是要看季節 這比肉還貴 對 然後像更貴的 就是這個 大土蜂 大土蜂就是 不是一般人可以抓的 就是要 就是專業人 如果一般人 你去抓 叮到會死人的那一種 對 然後像這個 就會比較貴 這個一盤的話 就大概在 兩百五台幣 像其他的話 就是差不多一百五左右 通常這樣一串 大概賣多少錢 一串差不多五塊 那這樣算很貴 整盤 對 然後像台灣 吃那個什麼 小白螞蟻 飛的那個 飛蟻 像我記得 我小時候 我們就是比如說 下雨的時候 就會拿一盆水 放在那個燈的下面 燈下面都超多的 對 它就會在燈下面 它飛一飛 然後它就會掉到 那個水水裡面 我們是為了抓它 就是要吃它 我的天啊 小時候就 我們就會新鮮 就會這樣子拿起來吃 現吃 對 你說它還在動的時候 不用料理嗎 對 不用加點鹽巴嗎 我對這也不舒服 妳幾歲的時候 這樣吃幾歲的時候 我差不多跟我 妳兒一樣那種 下雨的時候很愛 那接下來 跟魚片這樣現吃 抓起來直接吃 口感是怎麼樣 雞肉的味道嗎 口感就是 就是那種香香的 然後在裡面爆汁的 好吃嗎 我喜歡 所以你們 你們下雨天的時候 會這樣子 小時候我們會這樣子 真的 就是跟著抓 抓之後叫 像叫 吃 這樣子 就是講話講完講說 彥均這邊有個翅膀 有個翅膀 吃掉是嗎 好可怕喔 好 但是他們喜歡的美食 在那邊就是很多 這種電重充電 好的 認知 日本有 超洋裝門店 超洋裝 對 那個是客人可以選 那自己想要那個 操氧店員也可以 或者是那個 自己被操氧也可以 那有一些人會喜歡看 女生被操氧 很療癒的感覺 這樣子 會不會 對... 那個就是那個 大部分的客人就是男生 那因為男生說 因為想要看 女生被操氧的時候 大笑的樣子 那或者是 因為 平常看不到膠底嘛 所以那想要看女生的膠底 看膠底板 所以我覺得蠻變態的理由 所以那這種人 如果來台灣當膠底按摩室 那超開心 真的會興奮吧 每天都覺得 突然台幣好 看到老闆那個客人走著 他就開心了 很貴嗎 那個價錢的話 那自己想要 自己被操氧 被操氧的話 沒被操氧的話 30分鐘1萬日幣 所以那台幣2千多 不被操氧1萬日幣 而且被操氧1個小時很累 而且會瘦 因為要是憋著 要是憋著會瘦 那自己操氧店員的話 那比較貴一點 1萬2千Ruby 我要出勞力 我還會花錢 但是你會得到快樂 而且剛剛就只說 操氧的時候一直這樣子 我想說 到底是哪裡的養 誰操氧這樣子 而且那個在這店 有可以的免費的道具 所以可以接的 有哪些道具 比如說那這種的眼罩 那這樣子的話 那就當自視覺吧 視覺 所以那比較興奮 可以那個更刺激的感覺 因為看不到 對 更敏感 刺激刺激 那還有那這樣的精油 那細的分 那這樣子的話 那比較滑滑的 對 然後呢 這個是 就是那個最基本的吧 毛筆 對對對 而且是燒腳底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這樣子的按摩 也蠻多的 很多道具 蠻多的 就全部都有 今天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有這種人 還有這種人 這種人好走的 太變態了 哇塞 犯法的刑事 那個什麼是罪人 可以想說這也蠻厲害的 但我覺得我也想看看 現場的男生到底喜歡哪一種 因為剛好現場只有兩個男生 對 起了 好 所以我們就請彥均來示範 我來燒一下 燒誰好呢 沙鐵 誰啦 因為彥均哥有這種 新客人 對 導播請看其樂的表情 沒有 他怎麼會癢 彥均有點開 不要提我 不要提我 這個很癢 我感覺是一種 鬧在其中的感覺 這個很癢 你是不是很癢 要幫忙 可以 早說嘛 其樂要等很久 天啊 很酷耶 很像姚酷 我跟你講 蠻酷的 他很像遙控器 你怎麼弄到他就有什麼表情 真的嗎 我來了 好 準備好 好 我來了 有感覺嗎 這邊呢 這邊要看 還有 這個毛也在畫 戴眼罩 對 戴眼罩 戴眼罩 會很癢 會很癢 好 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男生消費者比較多吧 對 那你喜歡女生戴眼罩嗎 不喜歡 因為沒有表情啊 你就遮住了眼神了 因為眼神是很重要的 是喔 等一下 我這個畫面 可以不要討論這個 對 沒錯 沒錯 有眼神比較好 所以是要互喊 互喊的意思嗎 對 對 所以剛剛我們不應該換道具 應該換部位 對 沒有啦 他就是雙腳而已 所以你們兩個邊聊 絕對是兩個變態在聊天 對 臉上的表情什麼意思啊 而且剛剛彥君在上場的時候 眼神都不對 對 去看他的眼睛 真的喔 那我來講一下台灣好了 因為像我自己啊 我很喜歡玩 因為密室逃脫是有分 有驚悚的 然後也有那種溫馨的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 像我們可能 我們五個人就可以一起去玩 對 然後 然後可以互相解謎 互相幫忙 或是有些人可能是 各自進小房間 去執行自己的任務 是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一些 NPC 就是可能會拿刀的那種啊 會有人出來追你 他不會真的碰到你 誰好的 對 那只是誰好的 然後你要跟他一起互解任務 我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在台灣蠻多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 桌遊也是就是 大家很無聊的時候 可以一群好朋友坐下來 然後一起玩一些什麼 比較解謎的遊戲啊 或是畫圖的遊戲啊 或是像狼人殺那種 找誰是壞人這種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小潛 我覺得台灣 就是還有那個女僕 在陪你玩桌遊對不對 好像也有 台灣有嗎 你上演 你是 氣勢癢之後 你連玩桌遊都要女僕陪 有啊 真的有 你是去酒店 反正就是酒店嘛 沒有啊 真的是 你是酒店所有吧 所以以後酒店都是玩桌遊 對 是燈燃亮的地方 燈燃亮的地方 好口大的人 好 其樂 我今天想要介紹 全香港只有一家的 對 那一家店叫做德成浩 然後他們賺 賣蛋捲 蛋捲 好好是不是 對 他賺賣蛋捲 但他特別的地方 除了全香港只有一家店之外 連很多香港人 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吃過 因為太難買到 如果你真的有去香港旅遊 買到他的話 你真的非常幸運 真的比這種樂透還要幸運 因為他一個禮拜之後 禮拜四 五 六 三天 打開門給大家去買 但很多人的體驗就是 他九點半就開始營業 如果你沒有一大早 例如六 七點去排隊 基本上你都買不到 真的 謝謝其樂 沒關係 大家隨便去看這個盒子 我們可以吃的嗎 可以 如果裡面 你超愛的 好人開 來不開對不對 對 裡面有嗎 對 對不起 我已經把它吃完了 對 但那個香氣還在了 你們可以聞一下 誰要相信 有一點褻褻褻的 還有一點褻褻的 你試試看 大家要多吃了 多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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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欣賞 幾年 他味道怎麼樣 可以嗎 真的假的 蛋蛋的奶香味 為什麼這麼有名 他的芝加店已經超過80年 然後他還有限量 如果這種是小盒 一個人只能買四盒 大的只能買兩盒 那如果那種過年中秋 你要送禮的話 那據說要一年前跟他預定 所以你花多久 把這一桶吃完的 應該三天左右 三天 那麼好吃 何只還你 他也很喜歡這種傳統的東西 像我前天 剛剛從馬來西亞回來 我就很喜歡去他們 吃到傳統的小吃 那我就發現 他們有一個店好特別 有一種店家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台灣 如果你要吃牛肉麵店 你就去一個麵店 那你要吃乳肉飯 就去乳肉飯的船子 專賣乳肉飯 對 然後他們那邊有好多好多的店家 都是一個入口 你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有好多的小檔口 各種不同的小檔口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類型的早餐 對 後來我發現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特別的現象 就是因為馬來西亞 是一個很多元的 他們每一種食物都 味道都差很多 而且吃法都很不一樣 所以他一定要有很多種的選擇 你才可以應付 可能一個社區裡面 就有各種不同的人 我就覺得好酷喔 滿貼心的 對 然後我一進去之後 那邊大概有一二十個小攤子 每一種都非常獨特 比如說是用那個吐司 沾那個半熟生雞蛋吃 那種早餐 對 或者是印度的沙拉 但是其實裡面有 底下有麵條 然後你是可以沾那個花生醬吃 好酷喔 對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 而且那不是說像台灣說夜市 比如說只有一個夜市 設林夜市才會有那麼多具體廟 它是很多地方都有這種 好棒喔 裡面有很多小檔口這樣 這樣很好 這樣讓大家的文化可以融合在一起 對 彼此了解彼此的文化 對 真的 因為以前我常去馬來西亞 剛剛說的那種餐廳我是很喜歡的 其實它有一個名稱叫 媽媽當 對 媽媽當 它全名叫 如果我沒有念錯的話 因為是馬來語 那就是說 穆斯林所經營的餐廳 就只有一家賣飲料 如果賣飲料的很有趣 它會問你 你想要喝什麼水 無論它是用中文或者是用廣東話來問你 都會問你要喝什麼水 對 很奇怪 水就是水 對 我如果喝奶茶是茶不是水 可能也不是水 因為他們就說那些飲料叫做水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 例如椰子水 龍眼水 玉米水 他們都用水來替代 對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24小時 這麼棒 你什麼時候去都有 對 好棒喔 而且很便宜 它一杯好像一兩塊馬幣就可以有一杯馬幣 真的 所以我覺得有些店就是要出國才會知道 怎麼這麼特別 所以你們看到各有什麼特別的店呢 我也是去葡萄牙的時候經過這家店 我覺得它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冰分 這個好像馬戲團還是什麼會有的那個 不是 賣的全部都是罐裝的沙丁魚 對 因為葡萄牙其實罐裝沙丁魚非常有名 那裡面有賣一些其他的魚 但沙丁魚是牠們最有名的 然後我覺得牠很特別的就是牠有很多這些年份 牠的設計都很特別 然後我就去看 其實你就去裡面下去走去像一個歷史博物館 牠就會寫說 在這個年世界上發生什麼很大的事情 歷史上的今天的意思 像舉例像1935年 那時候我看到想說 這一年發生一件重大事 英國人非常的重視 就是罐裝的啤酒 我第一次開始犯罐 很重要 對 然後像最近發生像2022年他們有出就是說 我們英國的Charles變成了國王 然後當然2020我就寫COVID 就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買禮物也很適合 像可能你的出生年 或是你的結婚紀念日 然後他們也有出像這種金子有金箔的 好可愛喔 是金條欸 對啊 好可愛喔 這香港人應該最愛 金條 對 有的送臉 我也喜歡 對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逛逛 好可愛喔 不錯欸 對 如果不打開吃 光看也覺得可愛 好 那其樂有看到什麼特別的點 好 剛剛有提到馬來西亞 我也想要分享一個馬來西亞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店 那個就是榴槤店 專賣榴槤嗎 對 專門賣榴槤 可是它賣榴槤呢 我覺得非常特別 它不只可以賣 然後它整個氛圍就很像香港的大排檔一樣 它是有桌椅 可以讓你坐在那邊吃 榴槤 然後它就有一個很長一排 其實那個已經很短了 它那個範圍可以有我們這個攝影棚那麼大 這麼大 我整排都是榴槤 大賣場那種 對 很多種 然後價格都不一樣 那大家就可以看菜單 看你想要吃什麼 然後就在那個櫃上面去選 那個價格其實不便宜 我記得我最誇張那一次 我八個人去 吃了大概兩千馬幣 就大概四千塊的港幣 一萬六台幣 它那個味道很多很複雜 很不一樣的香氣 不一樣 它有一些甚至有那個 清酒的味道 這麼酷 對 它可以讓你吃到很多不同的層次 首先你會嘗到什麼味道 然後你會再嘗到什麼味道 熟成的程度不一樣 吃起來味道就不一樣 對 然後顏色也有不一樣 有些肉是黃色 大部分我們看到都是黃色對不對 其實還有白色 有灰色 有一些灰色 對 淡淡的粉紅色 那是榴槤博物館 聽到那家店的感覺 對 除了榴槤 他們也會賣什麼 椰子 喝那個椰子水 醬酷 必須配在裡面 這讓我想到 就是在台灣我們買水澳杯 他們問我們說 幾分甜 幾分糖 然後我去馬來西亞買榴槤的時候 他會說 你吃苦還吃甜 我就說大概三分甜就好 便宜一點 不要太苦 大概三分甜 他就說 好 好 那就排一整排 三分甜大概是這種 然後另一場甜的是這種 對 很多可以去吃 而且很多飯店是不准 帶榴槤進去的 你就可以在外面吃一吃回去 超棒的 就像我們去麵攤一樣 想吃什麼通通都有 他們的下午茶就是榴槤 喜歡 好 絲絲 我是就是美國的藝圓店 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樣 好便宜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藝圓 然後裡面什麼都有 家庭主婦要用的也有 小朋友的那種畫畫筆 彩色筆 玩具也有 手套 什麼這個毛巾 也有 圍巾 圍巾 也有 還有那個什麼 兵分蠟組點的那一種 也有 都是藝圓 我就覺得 哇 好便宜 好便宜 藝圓才32塊 然後來台灣一把菜 但是聽說好像近年來 緊記不緊氣 就是好像要 因為沒人要去逛 那真的是好看的 好像要測掉900多點 但撿便宜可以去看看 可以挖寶一下 還有兩個可以挖寶的 我就去美國只要有這兩間店 我就活了 什麼 就可以活了 一個是Target 一個是T.J. Max 沒錯 多到 是不是很好過 真的 它就是每一個社區一個Plaza 它就會有這兩間店 很多都有 可是裡面是賣什麼 品牌都有 我跟你講 Target它就是所有 你想得到想不到的生活用品 比如說3C 衣服 化妝品 飾品 包包 鞋子 藥品 藥品 電視 腳踏車 這麼廣泛 從出生到離開都有 還有生鮮超市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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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一站置 對 小型的百貨公司 但是更便宜 更好買 真的 就不會像百貨公司那麼貴 然後它退換貨又很方便 然後T.J. Max 是我個人最最最愛的美國商店 我今天就不嘗試跟大家分享 謝謝你 T.J. Max它更厲害的是 它是把所有就是各大流行品牌 換季再換季 折扣再折扣 然後打折再打折 全部都會到T.J. Max 那不是超級便宜的 所以我曾經在那邊挖到 你可以挖保 我可以逛三四個小時 我也是 那麼差 離不開 你知道我這個 它那個推車就是像超市那種大推車 我是裝滿就是所有的那個衣服 然後就是一件一件事 因為比如說Gucci的帽提 你在專櫃買至少要三四萬吧 我在那邊買六千塊 台幣 就是打折再打折 然後想說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事情 一折 而且你如果回去 兩折 對 反悔要推翻貨 都是很方便他完全不囉嗦 怎麼那麼好 對 然後我每次都在那邊買伴手禮 像我老公也就是 一年會去那邊買一次衣服 我也是 我都存錢 一年買一次衣服 大蜜貨對不對 真的 真的 像什麼Under Arm Nike 那些襪子 它是那種五六雙 十塊美金 哇 真的 對 然後像 那個襪子有時候在台灣 一雙就兩百 而且重點是 質素很好 因為它就是專櫃的東西 退下來的 然後像我老公上班穿這種 什麼Ralph Lauren的這種襯衫 那你這專櫃買要好幾千 是不是 對 對 越來越貴 但是那邊買你們猜多少錢 就是七百 六 該不會幾百 九百 是時候也要兩千吧 三十多塊美金 九百 對 九百 對 然後加上 最近喜樂也有 喜樂是紅色的 對 對 對 不一樣的 然後呢 還有像這種運動品牌 這種可能就是 什麼十幾二十塊這樣子 六十 對 然後我還買過 像是Tiffany的項鍊 在那邊也是 三折 兩折 幾千塊 所以你真的是要 如果你有打算要去美國 你就是把那一年的扣打 全部都在那邊買 而且感覺都是經典的 不是那種化妝 不是那種很怪的顏色 對 我還買過一件 凱特王妃穿的洋裝 那個網路上要一萬多塊左右 我在那邊買也是五十塊 美金 一千而已 五十幾塊美金 然後我就眼睛一亮 我說這有沒有搞錯 不買怎麼可以 對 就是一定要 要刷爆啊 真的 真的 口水很軟 但是省錢 不是刷爆 而且王妃的衣服也不算貴 沒有了 有打折 而且你可以慢慢挖爆 不錯不錯 滿喜歡 好想逛 潤子就一直 突然買到一個 忘記看到這種 我去泰國帕達亞的時候 去了那個 選男生的店 因為那我比較喜歡 選男生的店 比較裝 可以在這邊聊 男模店 可以選男生 對對對 我比較喜歡比較裝 比較有大劇情 對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的老公帶我去的 所以那個 跟我搶一下的 不一樣 對 那個店裡面的男生 都是比較小小 那個少年的感覺 怎麼這樣 對 比較小隻的 然後那個 他們是 像台 台下那個排隊 然後呢 穿衣件白色的內褲 還要穿白色的 對對對 很亮耶 當然這樣 那很透明耶 那他有塞東西嗎 應該沒有塞 應該沒有 怎麼知道 應該沒有塞 因為他越人無數 然後那個 客人樓下看他們 然後如果 自己想要的 對的話 那個可以叫他下來 然後那旁邊 一起喝飲料這樣 這樣子 聊天 可是我那個 其他的客人 都是那個 白臉叔叔 對對 然後那個 我不知道泰國是 是不是這個 合不合法 我不知道 可是好像是 視力向那個聊 然後可以帶回去 有些像拌油 或是什麼的之類的 很貴嗎 我沒有帶回去 所以我沒有 他去 人家 還是賣錢的 他們都賣金錢的 好像也可以帶回去 因為像我自己 也很喜歡去泰國 因為泰國真的很便宜 然後他們是真的很流行 那種猛男 然後像我是去泰國那邊 曼谷有一個地方 他是熱炒店 然後他是所有的猛男 幫你上菜 然後他們是不穿衣服 只穿一個圍兜兜 跟一個內褲 然後幫你上菜 然後時間到了之後 他們就會一起這樣 集集這樣子跳舞 跳 然後在你旁邊這樣跳舞 比如說整點的時候 就一打鐘大家一起跳 這樣扭來扭去 然後超歡 整場都是超歡樂 然後當時是有人生日 然後一起幫他慶生 所以這是滿印象深刻的 然後又很好玩 我今天有帶影片來 可以 來看一下 非常的養眼 但沒有聲音 就大家會在那裡 真的很可愛 真的很好笑 很可愛 你不會覺得 你完全不會覺得 他是色情 對 完全不會 好好笑 因為很多都是姐妹 因為他們穿浴袍 對 他們都穿這樣子 然後都很可愛 就一起跳舞 然後客人也都很開心 一種氣氛 對 一個氣氛 對 完全超好玩的 然後又有小費 再擦沙器更好玩 對 他們會更開心 所以他相對也有服務男生的 女生跳的也有 這種店 對 有都有 我有看過一些男藝人也有去玩 就是也蠻好玩的 因為那是公開的地方 真的不是色情的 對 真的不是色情的 就是娛樂效果 欸 不錯 對 好玩 吃蝦 好 我大概2019年的時候 又住在中國的上海一段世界 那我們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一家夜店很特別 它就叫Mint 你一旦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好漂亮喔 那這個是水族巷 水族巷 那為什麼是水族巷呢 因為Mint的這個夜店 它其實有鯊魚 在那邊 水族巷養鯊魚的 而且不只一隻欸 超多的 而且很大 你一旦進去就會看到 他們都在那邊盯著你 好霸氣喔 很有趣欸 真的喔 大家如果有機會想要去上海的話 可以考慮去Mint看看 那接下來我想問大家 就是在你們國家有什麼店 就跟台灣便利商店一樣 到處都有 在你們那邊也是到處都有的店 我們美國的話 除了尤叉州跟夏威夷 不可以賭博 其他州其實都是可以賭的 但不是每一州都可以有賭場 那像我這一州 蒙大拿州是可以有賭場的州 就會到處都是賭場 真的除了教會以外 教堂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賭場 你去什麼餐廳啊 去早餐的那種吃Bruns的地方 都是賭場 都可以賭 對 去那種洗衣店旁邊就會有賭 也可以賭 對 你去餐廳 你可以在賭 而且小孩子還有特別小孩子玩遊戲的 然後也是集點數那種的 對 所以媽媽在賭 小孩在旁邊玩 對 所以小朋友玩具都吃餃子老虎 都是一個美國有這種像他母熊啊 他母熊的概念 對 所以小孩也在玩 然後爸爸在旁邊賭 媽媽在旁邊賭 真的 像Vegas那一邊 他們就是如果賭博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帶進觀光客啊 帶進錢 可是像我這種就是觀光不是很多 就會覺得很可憐 就會覺得大家就是辛苦賺一點錢 然後就要去把它全部賭掉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看在哪裡設賭場啊 對 好 絲絲 緬甸式啤酒店 因為我們大街小巷都有 就像台灣的便利商店一樣 然後我們的啤酒店是不像台灣 台灣工作就是像拼命商榔 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 我們緬甸沒有 有錢沒錢 太陽一下山 我們必須去啤酒店喝一杯 真的喔 對 對 像再走我們就會這樣 我就會去坐著大家聊天 真的喔 對 然後就是冰冰的喝下去 哇 好舒服 對 不像台灣一樣 所有煩惱都沒了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緬甸啤酒比較好喝 對 超級好喝 像這種一杯的話在緬甸 在台灣的話差不多二十塊這樣而已 台灣二十塊 你說在緬甸這個大概是 台幣二十塊左右 對 對 台灣二十不可能 大概台幣二十塊左右 對 台幣二十塊左右 超便宜耶 對啊 可是買到台灣應該也買不到 這個價錢 好想喝喔 對 超純的 純賣片的 我嗎 越南越南 越南越南 就是我上次帶我女兒去縣港 然後我們就參觀了 對 就是很度假 然後它有一個粉紅教堂 就是知名的景點 然後逛完之後 我就不知道幫他們拍照 還是拿東西 反正我的那個指甲就裂了 那通常你裂一兩個 你就會很美食 很痛到 很想把它全部都撕掉這樣子 然後我抬頭一看 就是粉紅教堂 對面有一大洞都是粉紅色 就跟粉紅教堂相互呼應這樣 然後我看 而且它是從頂樓到下面 都是美容一系列 做臉 洗頭髮 從頭到腳都是 對 然後做指甲這樣 而且它是直接就是Walking 就可以做 不用預約什麼都不用 因為它人超級多 就是隨時喜歡自走 然後我就到了三樓吧 然後做指甲 我說我可以做嗎 他說沒問題 結果就看價目標 哇 這便宜到爆炸耶 真的都很便宜 五百塊台幣吧 這麼便宜耶 便宜就算你會怕說是不是做不好 對 做得超級好 那如果這個東西在台灣要多少錢 一千五到兩千 哇 那一千五啊 然後我坐下來 就是只是滑個手機 然後想說那讓它慢慢做 結果他說已經好了 我怎麼只做那麼快 只是都好 而且做得超堅固 撐了一個多月耶 好強喔 然後才五百多塊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有去越南 不要錯過越式洗髮 然後按摩 做臉跟指甲 都超便宜的 便宜有好 美感的 美感也是很不錯 質感也很好 對 五百塊 所以台灣最近很流行那個 越式洗髮 對 越式洗髮 沒錯 沒錯 好 美婷 英國有一個店也蠻多的一種店 然後在台灣幾乎找不到 那就是那個 曬黑皮膚那種曬曬店 因為英國人他們不喜歡皮膚太白 他們喜歡曬 就是健康膚色 所以像你去他的美妝店 就不是放滿了美白 全部都是 然後有那種零食來不及曬 可以就是像滷一樣塗在身上 馬上感覺就好像 好像也有去曬過太陽 跟那個小金刀戴手 然後有時候我幫我朋友 插了我手的東西 都變超黑的 因為那個時候真會 黑到一個不可置信 而且洗不掉 要好多天 對 要幾天才可以洗乾淨 然後就覺得很好看 對 就顏色是剛剛好的 好 認知 日本道具都有 自動販賣機 對 所以一般的自宅住那邊 是走路十米就有一台 可是那個一個理由是 因為這個是日本的一個 投資的方式 因為自己在前面裝自動販賣機 然後每個月可以有收入 對 是每個人都可以去買一台放嗎 所以那個 自己的那個土地的話 要租一個地方 對對對 然後最近 因為不只是飲料 那比如說這種的就是蛋糕 還有那個辣椒醬 整個都是辣椒醬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三明治什麼都有賣 好酷喔 辣椒醬的販賣機 我又是去日本 看到賣整碗的那個 牛肉麵的販賣機 對 有拉麵的 那個生肉什麼都有 對對對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是雜質 雜質 對 雜質 摺紙 摺紙 對 這個是已經炸好的 那個簡單的 那個小朋友喜歡的那種 這麼酷 有紙盒啊什麼的那樣子 或是一個背景或是一艘船 對對對 因為那個日本也有一種地區 那個河紙的 很有名的地方 所以那種地方有賣這種的 然後那個其他縣市的人來買 真的欸 我看到這個我會想買 對 真的很酷 對 因為常常摺紙 火雞大 因為很難摺 因為摺不出來啊 對 所以這個我也想要買 好 白米兒 我們在奧地利比較鄉下的地方 就是我家人的地方 Shteyr Mark 有一些就是 無人的自住商店 無人商店 對 台灣也有類似像這樣子 也有嗎 有 我之前有看到在九份有 可以捐錢給那個帽子家 然後就可以自己買他們的卡 他們的商店 我們那邊就是 當地的農夫自己種的菜 然後自己做的一些起司 或者南瓜籽油最有名 對 然後它是二十四小時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進去 隨便拿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選完之後 你就把錢放進去 箱子 然後又沒有人檢查 村子香 對 因為我們那邊就是 很小很小的村子 所以大家都很熟 做壞是一定被抓到 對 不會想做壞 所以大家都是好朋友 可是最近有點可惜是 開始有一些 外地來的人就會經過 然後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錢太好偷了 一看到他們好像忍不住 就是手癢癢的 就扭手了 所以現在慢慢有變少了 越來越少了 好 接下來 好 在巴西我們很常看到的是 宗教族制 然後大部分的是想這個 就是普通的教堂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巴西人 我們很信教 對嗎 其實如果你看 數據只有百分之八%的巴西人 是不信教的 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二% 全部都會信教 所以我們那邊有很多教堂 大部分的是教堂 可是這些教堂 他們是多到 他們會比學校還有議員還多 這麼多 對 然後其實我今天 有準備一些數字給你們看看 因為總教組織教堂 大概在全巴西有 五十八萬教堂 然後學校有二十六萬 差一倍 然後議員有二十四萬 哇 教堂超多 所以真的到處都是 就像你們這邊有很多便利店跟診所 我們那邊有很多教堂 你們是教堂 真的有很多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大家都知道 房地崗很有名 對嗎 因為他們是基督教的一個 有很多基督教的教堂的國家 然後最大的教堂都在房地崗 沒有錯 可是第二個最大的教堂 其實不在房地崗喔 它其實就在巴西 然後就是這個巨大的一個教堂 這是教堂 對 是一個教堂 然後它超級大 它是全世界第二個最大的 然後它是很豪華 裡頭可以放超級不得多的人 好漂亮喔 對 而且下面是滿滿的人 對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離我住的地方很近 可以開車去 差不多一個小時不到 我離這個地方住得很近 對 所以那邊巴西 很常看到的是教堂 距離概念真的不一樣 都是一個小時 我剛說很近 一個小時 這個時候 我好像很近應該是兩分鐘吧 對 是 其樂 好 那香港的那個購物的行為習慣 就跟其他地方有些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很多地方都會很集中 都是賣同一樣東西 那剛剛有提過一整條街 都是賣那種精品 對 那其實香港有滿多不同的地方 都專門賣同一樣東西 例如我們有一條街 專賣馬桶 有一條街賺賣金魚 對 那個很漂亮 對 那個很經典 然後有一條街是賺賣球鞋 香港人叫 波鞋街 波鞋街 波鞋就是球鞋的意思 然後還可以找到一些 可能是絕版的 或是一些聯名的特別版 都可以在那條波鞋街找到 貨源最多就那邊了 對 沒錯 那我有帶一雙就疫情錢 那不會是空的盒子吧 跟蛋捲一樣 今天很帶空的 這有的 拿一個盒子說是波鞋街的 這一雙是疫情之前買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很便宜 我就先買 那A1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版本 是帆布版本的 超強的 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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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1985年 它是有出過一模一樣的配色 第一代的 對 第一代是有出帆布的 所以它好幾年前復刻 那我看到有 而且賣很便宜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便宜 我猜一下這張多少錢 台幣要5千 那個時候還是現在 那個時候 你那個時候買 那時候我剛才有說了 599港幣 大概六七 六十一 兩千多 兩千四 不到兩千五 很便宜 那現在多少 可是我現在 我就因為要來這個節目 戴這雙鞋 我就從網路上有找到一下 現在要買的話 三千六百塊人民幣 一萬三千多 乘以4.5 對 兩千多 對 然後現在是翻個五倍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去那條街 會不會買到假的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 最好就是比價 然後 你這個味道 你味道要拿來聞 我還沒串過 聞不出來吧 不是 假鞋都有種味道 不會假的 假鞋有假鞋味 那時候就可以買這個來投資 那最好就是 找在地的香港人帶你去 要掉漆喔 你才能扯啊 沒有 要玩家 所以找在地香港人一起去 會比較沒有這樣機會 我等你去肯定不會買到假 對 真的 我覺得買東西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沒錯 那我們現在都知道要怎麼買 去哪裡買是最棒的 對 台灣有很多種便利商店 對啊 到他們國家也有很多 他們特別的店 如果有機會造訪的話 也可以去逛逛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嗨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 追蹤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